那我们的谜 根本的谜 就是不知道死是真相 所以 我们除世代人家 错用了心 用错了心 有意无意 造作 三途 苦报 我回出身地位 拿来的 自己念头变现的 一切发从心 向神 我们为什么不去没有 善地念头 善地念头 神天堂 神人道 天有二十八成天 越往上面去越殊胜 但是佛告诉我们 他不究竟 纵然到最高层天界 寿命八万大吉 这个时间很长 真叫天文俗词 一个大吉 是我们这个世界 沉住坏空一次 这个时间叫一个大吉 那这个世界 那这个世界 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 苏婆世界 沉住坏空 八万次 寿命这么长 世界沉 世界住 住 这些人都回来了 那世界坏空怎么办呢 到别的世界去 这个世界沉着之后 又回来 这世界天人 这世界天人 世界以上 有这么大的能力 这么长的寿命 可是 八万大吉 也有到的时候 到怎么办 到了 你的定功 是掉了 你的佛报 想完了 那就往下堵路 所以 出不了 留到 第一月里面收报 这两头 两个期段 一个是四空天 一个是无间地 他们的时间 大概都相等 一个在地狱受苦 一个在天上下落 这是四师真相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就会做人了 没搞清楚 没搞明白 不会做人 总是以自己的烦恼 好恶 为标准 就却做了 那佛对我们的恩德 没有别的 就是把这个事情 给我们讲清楚了 讲明白了 我们听懂了 听懂了 我们忏悔 我们改过 难得 我们遇到 阿弥陀佛 知道 成阿弥陀佛的本月 往生 极乐世界 是最容易 成就的 一条 成佛之道 这个道路 非常稳当 而且快速 阿弥陀佛 这个道路 条件 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真心 真真相信 没有丝毫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真有 真有其人 真有其死 我们只要 法院求生 我到极乐世界 拜阿弥陀佛 为老师 做阿弥陀佛的学生 那就行了 在极乐世界 不必到 正得究竟圆满 就能分身 无量无病 成就自己 教化众生